2012年6月 一场豪大雨 新北二重梳红道 瞬间变成泡水停车场 防汛工作成为市府的重大课题 只要是赶潮河段 它平常的水位就会很高 在预报会超过 超过40毫米的降雨量 我们就会取得预测机制 我们大概十几个站 我们可以增加38万立方公尺 等于38万吨的自洪空间出来 这一块大概有109公顷的市区 尤其江子翠地区位在市中心 临近的华江抽水站 前年更新三台抽水机组 每一台每秒可以抽4.7吨的水 在阳城部分 以往河川水位达到5.1公尺 水就不能顺利推出去 更新后水位上线可以达到8.1公尺 新北的抽水站 大多数都已经是超过20年 在之前已经大概有6个站 20几个机组都已经更新完成 各抽水站的柴油 可以连续抽水48个小时以上 78台的移动式抽水机 现在都已经准备完成 另外二重梳红道内的厕所开始封闭 还有行水区内的超商 也在10号下午撤离 全面做好防台工作 单一新闻高宜林登映中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